萬華青山宮一年一度的文化記 要請民政局能夠協助 陳昂德局長跟我提了一下 可能也要邀請警察局長 青山宮誰會來 我也沒有掌握 所以造成警察局長是張局長 張局長的困擾 我覺得公開的跟局長說 非常抱歉 就是陳昂德局邀請說 是不是能夠為了青山王極能夠跟 這個黃勳元主委 他是青山宮的主委 能夠見面 然後商談這樣的一個事宜 主委他是不是剛剛我根本不清楚 但我只知道他是青山宮的主委 對不對 而且每年為了辦這個活動 我們勢必都會見面好幾次 是不是腳頭他沒寫在臉上啊 有萬華的人是在找我說能不能幫忙萬華青山宮一年一度的文化記要請民政局能夠協助 所以我找了陳昂德局長 陳昂德局長跟我提了一下 可能也要邀請警察局長或是分局長一起來 那我就親自打電話給局長 拜託他說務必要來 因為當時青山宮誰會來 我也沒有掌握 他來也應該的啊 他是青山宮的主委啊 局長很謹慎 而且坐了好遠 坐好遠而且講話很嚴謹 所以造成警察局長是張局長張局長的困擾 我覺得公開的跟局長說非常抱歉 那麼也過去只有一次 未來我也不敢再打擾警察局了 那有藍營議員表示說這件事情是處理的事嗎 現在爆出來可能跟520的人事異動有關係 我第一個想到就想到一定是這個人事異動的 黑文化我覺得不可及不可及